李前總統在中國 他被列為是台獨教父 然後又被中國認為是頭號的敵人 然後你這次來這裡 就是一直一直在強調說 李前總統的一些教訓你都謹記在心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到中國對你的信賴度 這一定叫做很惡意的沒敵人 很惡意的沒敵人 我是自由時報東京特派員吳姓林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先請問柯主席 然後再有一個問題要問大使 柯主席這次來日本見了很多的 這個日本的朝野的政要還有議員 然後我發現你在很多的場合 還有會談的過程 你都有談到李前總統 然後前天你在跟那個交流協會的會長 大橋會長吃飯見面的時候 你有跟他講說 在李前總統的最後幾年 你常跟他聊天 那我想要請問你的是 你跟李前總統有見過幾次面 你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跟他見面 然後呢 因為李前總統在日本 受到日本很尊敬 這個我想柯主席應該知道 然後日本有成立一個叫做 日本李登輝支援會 然後他們也很積極在推動台日交流基本法 那我不曉得這次柯主席來有沒有計劃要跟李友慧的人見面 然後再一個相關問題是說 因為李前總統在中國 他被列為是台獨教父 然後又被中國認為是頭號的敵人 然後你這次來這裡就是一直一直在強調說 李前總統的一些教會你都謹記在心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到中國對你的信賴度 然後接著我想要問大使的是 日本經濟新聞在上個月5月的時候 好像是侯市長確定 篤定要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時候 他們也做一個三個候選人的介紹 就是說台灣一要五是柯林桑卡都的大選 然後他們那個有一個表格 我等一下可以給大使看 他裡面有講到說賴清德副總統 他是對中強硬派 然後侯友宜是親中派 然後柯主席是接近親中 不曉得說日本媒體這樣的定位 大使覺得正不正確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跟民進黨有關的 就是柯主席在這次 在很久以前他就開始講一個叫做猴子理論 他說猴子是屁股紅 但是因為他沒有爬上樹 所以大家不知道他的屁股紅 然後他講到說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國民黨比較懂得餐桌禮儀 所以吃相比較好看 那您身為民進黨的創黨的元老 還有前主席 您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就這樣 這一聽就是很惡意的媒體 哈哈哈哈 這樣啦齁 我最後是見李正輝總統 他當時已經做困局 他平常都是在樓下跟我見面 那是最後應該是2019年過完年 已經在他 他只能在二樓 而且我在樓下等他 因為他應該是躺在床上 還要勉強換衣服在見我 那在他最後幾年我是常常見 幾次我沒有去跟他算 我常常見 不過他每次一講就要講十個鐘頭 一直到他最後已經不行了 他才沒有講那麼久 不過他每次一講 有時候看一下說我去聊天 不是啦 他把我當麥克風一直講一直講 所以 那李正輝對整個 對日本是相當熟悉的 所以 在日本方面他有講過很多理論 所以這個我都有記得 所以 所以 這個倒是就這樣 那 另外講那個什麼 李登輝自有會 李登輝自有會 因為這次行程太慢了 五天就要離回去 所以沒有排離 那個李登輝自有會的活動 另外一個是 還有什麼 就是那個李前總統 你是被中國 就是這樣啦 中國是這樣 他一定有他高興他不高興 但是我也不能因為說 他什麼東西不高興我就通通不能做 所以這個倒是 所以這個倒是 我覺得這樣啦 人與人之間交往就是 他跟我 我跟李登輝的交往 那是我們之間的事 那也不能因為說 這樣中國不高興我就從來不敢講 我跟李登輝的關係 這也不需要 好 謝謝 你剛才講那個報紙 日本的報紙 我問他以後再回答你 他為什麼會這樣分 不過 我也有寫過臉書 大概 在日本這個撒發都 他們就通過一碗 大概就這樣 日本都認為這一次是撒發都 事實上發展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是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日本當然每一個報紙或記者不一樣 基本上他對我們台灣的政黨政治的抗亡 認為那個差別還是在跟中國的距離 如果他用這樣來談 就是說民進黨跟中國距離比較遠 那他因為 侯有餘他應該是把他認為國民黨 國民黨是距離比較近 那柯主席新的黨他們不知道 他沒辦法放在中間剛好 大概是這樣的刻板的一個想法 都回答了嗎 還有 猴子 猴子 猴子的任劃 雖然我們是猴子進化來的 但是把人家稱為猴子也不太禮貌 尤其是我 我現在做到外交官以後 我講話比較似乒乒乓 雖然沒有內容 不過外交辭令 想問一下大學這邊 就是因為你剛剛有說 就是你在之前就提到很多的詢問電話 那這一次柯主席來訪 對你來講 你是不是有壓力 因為你講最近畢竟有賴夫總統他也要參選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就是說 你怎麼看柯主席他的選情 對他是有信心的嗎 那你對他現在這樣的表現 所以你上次給了80分 在你剛剛說不平分 但是你覺得會比80分還要高嗎 然後柯主席這邊想問一下說 主席因為大家都覺得你跟綠營的關係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今天有人也解讀你是不是要來修復跟綠營的關係 這一次我沒有打分數是因為我沒有陪他 而且他這一次的行程 坦白講 他見的人有的是我們上次都見 但是這個行程都已經是他們自己排的 他們現在已經作為一個政黨有能力 但是我們有提供一些聯絡名單給他們 但是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來的 而且他們有的排的行程我也很情依啊 很不容易 所以他們有在成長 你還說什麼?他會不會當選 你覺得他會當選? 不是啊 我們一般不會說人家不會當選 你出來選 我為什麼你不會當選? 這個不符合我們的禮貌 但是如果你說他的表現出 他的 我是覺得這樣啦 就是說第三 他本來他們這個黨新的黨 是種領 是第三名 那第三名要變成第一名 一定要經過第二名 但是跟 看他選舉在什麼點 他如果正好他跟第二名平的時候 正好選舉 那個 原來第一名那個就穩當選 但是呢 所以呢 他這一個過程 在那個兩個平行的時候 是有利於第一名 但是這個是必然的嘛 跟賽寶一樣嘛 一定要超越第二名 等一下 那我現在 我現在比較少看你們媒體 好像媒體 那個評論也不一樣嘛 不過最近的民調好像說 他已經 已經到第二名 但是我是覺得 有些民調 有些民調 有機關效應 有的有策略運用 我不曉得 但是呢 一定是有在成長 這一點很不容易 這一點很不容易 所以 而且我也覺得 他是有進步 以前我真的是 他有問我很多事情 現在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再叫他 那麼適合 真的 他真的有些 那個 急於 急於我傷而完全 很厲害 那個代表這邊 剛剛沒有 沒有回答到就是 見主席有壓力嗎 對 沒有壓力 我說壓力 因為如果你 他說要動算 要開鬧 我就有一點尷尬 人家都有風度 他也沒有這樣 不是說 我跟馬英九 見到 也會握手 有時候他都喜歡拍背 不喜歡握手 這樣 拍完背 不然我也是會跟他握手 沒有這樣 不是仇人 也不是說 什麼慘人摸走 會願望 說 絕交 小小孩子 小學生 在這樣 牽筆過來 就蹲過去 這樣 我們是民主國家 嘛 當然是我們 政黨有忠誠性 跟夫妻一樣 相對的忠誠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政黨 我們就也知道這個 規矩 我們應該表現到 什麼時候 不是說 變成都 勤講我才都要玩假 衣服要穿綠色的 不會這樣 如果是民主國家 那些人 我們就死亡 是希望 那些人 要活現在 就像 旁耆 有 我在